我叫角翔羽 这是我的大名 小名叫小小羽 我在京剧中野羊的龙和黄中 头痛啊虎 咱咱咱 二痛啊虎 心咱咱 别看小羽只有四岁半 但是经过十天的京剧学习 看上去已经有模有样 在这个暑假 各种传统文化夏令营受到家长们的热捧 在这处位于前门大街的全国首家金具体验馆天乐园里 孩子们从畅念作打一朝一世学起 最小的学员还在上幼儿园 最大的学员高考结束 刚满十八岁 整整十天 在不同的练功房里 男生们学习了智取 威虎山 定军山 扎美岸等十个剧目 女生们学习了红灯记 梨花颂 木柜英挂帅等十个剧目 这位小学员是特意从西安来到北京学习京剧的 我在西安的时候学了一点点琴枪 然后怕搞混 然后就过来学京剧 京剧是我的爱好 我热爱京剧 在经过十天学习后 京剧夏令营的小学员们粉末登场 亮相舞台 在很小的年龄 四岁多就能够埋下 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也对它未来长大以后呢 更加热爱祖国 热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都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大闹天宫到武松打虎 到接下来的遇见梅兰芳 还有嫦娥奔月等等这样的传统京剧 但是通过孩子们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去让他们喜欢上国粹 京剧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悠久 在这个暑假 专业院团戏曲机构纷纷打开大门 邀请名角为学员们授课 小朋友们体验京剧的畅念作打 感受国粹的独特魅力 让国粹艺术在新时代的少年儿童心中更续传承 北京台报道